6月16号 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放6周年 也是迪士尼小镇节路员酒店恢复营业首日 当天上午10点 迪士尼小镇内大部分购物餐饮店都已恢复运营 根据疫情防供要求 中心城区餐饮店暂不提供堂食服务 顾客只能打包带走 可以进去吃吗 今天不可以进去吃 今天只有打包 好的 那这里扫码 你先扫那个场所码 场所码先扫一扫 迪士尼小镇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游客进入小镇 需要测温 出示72小时核酸阴性报告 随身码为绿码 进入每一个商户购物 还需要另外扫描场所码 与此同时 保洁人员及商户营业员会定期做好各项消毒工作 记者在一家餐饮店看到 商户在门口设置了点餐处 游客在扫描场所码后 可通过线上点单 并在店外等候 商户完成备餐后 将打包好的餐食放在另一边的桌子上 通知游客自取 全程无接触式服务 因为它是线上点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 嚼过来取一下就可以了 接触的挺少的 我觉得 就是还蛮安全的感觉 虽然天气炎热 迪士尼小镇的重新开放 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游客孙女士 是前来为正在家中上网课的外孙女选购商品的 他告诉记者 迪士尼小镇的防疫举措还是比较严格的 很安心 外孙女喜欢 是给她买的 很严格 还非常严格 还不是一点严格 已经扫码什么 已经弄了好几次了 比较安心的 除了购物消费 不少游客还来到小镇湖盼散布打卡 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 但笑容和兴奋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就是想来的地方 现在中里太冷 这里太冷 好像觉得一下子希望多了多一样